中文字幕——YK 哎 多佳 这场你觉得怎么样 我挺喜欢的 我觉得 但是我还想再配一个书架 书架我们有 那边有 杨子 要不然你先在这儿看 我想看我喜欢那套家具还在不在 好 先去吧 我先过去啊 要来看家具了 这还记得我 对 是啊 我还以为你这套家具卖了呢 还没呢 真挺好看的啊 能不能便宜点啊 还是两千六 一点都不便宜啊 太贵了 多姐 你那床买了吗 买好了 多 真的够快啊 你看 我们说的就是这套家具 多少钱啊 两千六 两千六 一点都不降价 来 来 来 你回来 朵朵 杨子 天哪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我的妈 我们逛家具城啊 太巧了吧 对啊 不是 我去团里好多回都回见找你 现在不怎么去团里了 这一年也去不了一回 对 那你现在忙什么了呀 下忙呗 多姐 你可不知道她现在是大能人啊 什么大能人 我啊 现在就带着一帮人 隔离走穴呢 天哪 团里现在半死不活的 这玩意咱们现在演出的少了 你想去吗 想去一块去啊 我可不去 我不行 我去不了 什么就去不了啊 不行 我跳不了你们那个 去吧 她现在可是穴头 什么穴头说话呢 这么难听 你们俩今天来干吗呢 我们这不是最近搬新房了吗 然后过来选一套家具 看中了吗 就是这套啊 就是这么贵 不是 我这两天也打算买房 这不一直看家具呢 你也打算买房啊 这一套挺好的呀 多少钱啊 两千六 关键是 朵朵你喜不喜欢 我挺喜欢的啊 但是 我这次来呢 没打算买 等我下回来的时候 带钱过来 我就买了 你没带够我吗 带够我了呀 我给你交 你看 这不钱的吗 不用 服务员 我替她交了 行 行 行 不用 你别替我交钱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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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让她给交呗 改天再还她一样的 不是我买家具 我让人家交什么钱呀 都是同事嘛 改天再还一样的 不是 真是有钱了啊 就是 大块 小林 过来帮我记一下数据 好嘞 记哪个 这个 直径小头是四十 四十 四十 好 你好 我找一下李大宝 喂 咱俩下班以后去找一趟二宝吧 你去二宝去干吗呀 咱俩把新房样式给他送过去啊 短的收拾口的 白的白的虽然不收吧 但咱不能不给啊 别让人觉得咱好像就摆个姿态 行 照你说的吧 好 孤奶奶 孤奶奶 困了上床上睡去吧 不困 带我 你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呀 你怎么不接着干活啊 把头干净 您没有什么跟我说的 没什么 没什么 我会找你 我会找你 你看 我 可 我 能 我 你 怎么 啦 都 我 得 应该楼上吧 上次二宝跟我说她好像住二楼 文桀 干嘛 你明天再跟我回去一趟 我不去 你别不去啊 事还没办完呢 这不情宫尽弃了吗 第一 你没想和我结婚 第二 你还怎么拉我骗人 丢不丢人呀我 我才不去 我求你不行吗 这事没你不成 你帮帮我吧 不去 你帮帮我吧 我不去 谁呀 大哥 我嫂 你们怎么找上来了 来干嘛呀 不是 你这孩子 你说我和你嫂子来干嘛来了 我过来看看你吗 不是 给我扫了 坐 过来 来来来来 行 行 没事 没事 牛群你别忙啊 没事 没事 扫了 来 去扫了 您放点水 来 不用喝 别账务我了 我有什么好看的 我有什么好看的 你假青青的 不二宝 你说你这孩子 我说你什么好啊 行了 别说了 二宝 你哥跟我来 是给你送新房的钥匙的 二宝 道宝快 把钥匙拿出来给二宝 快 你跟牛亲 你们俩不是要结婚吗 别的忙 我跟你哥也帮不上 但既然你想要这个新房子 我们俩呢 就把这房子给你了 新人办事住新房 也得图个吉利呀 你们俩以后 可得好好过日子啊 牛亲 我这弟弟啊 打起来我们家里人没管好 你们俩既然快要结婚了 以后你管着 帮大哥管着他 我就把二宝交给你了 行 你快把那钥匙给你了吧 拿着 快 这是新房钥匙吧 我真想贴 你可能骗你们 这是新房的钥匙 你哥已经把墙都刷了 你们俩呢 我看也别在外边住了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就半进新房吧 你要是缺什么东西 你就跟我们俩个说 对 那边房子我都收拾完了 你们俩抓紧时间帮忙 在这边花着钱浪费 对啊 二宝 既然跟你有钱要结婚 以后好好过 别动什么花花肠子 你要让我知道了 不仅收房子我还揍你 打你个满地爪牙你信不信 行了 二宝不能了 哥 嫂子 这不合适吧 没什么不合适 没事 好 哥 嫂子喝点水 我不渴 你渴 我渴了 行了 那个什么 我俩回去了 李霞还在家呢 咱俩走吧 走吧 走吧 再坐会儿 不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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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过来过来 那个 你们俩搬家 用不用我给你们找个车啊 不用不用不用 那也行 我看你俩也没什么东西 那你们就自己搬吧 是啊 我们不管了 那赶紧搬过去住去啊 那我嫂子慢走啊 行了 你别送了 来 喂 三哥 我 我跟你说啊 明天你跟我去看房子去 我说话算话 价格啊 价格 价格 见面在谈 行吗 明天见 你这要折腾什么事啊 别管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嘛 轻点肚子 没出ия 这要折腾了 大宝 你们真把这个一时一听这钥匙给了二宝了 嗯 嗯 给了 你姑奶奶不是说了吗 二宝呢 是咱自家的兄弟 那既然是亲兄弟 那房子谁住不一样呀 能一样吗 那不可能一样啊 你说是吧 都说得好好 怎么说变就变了 你说 为什么要变呢 不听话呀 真是的 气死我了 我真是 二宝他妈 你赶紧的吧 你跟这二宝啊 把那钥匙给你拿过来 你别拿了 别拿了 这给都给了 对呀 都给人家了 这也是我俩的 我吃不下去了 吃了 那这事你们俩想好了 想好了 这是我们俩决定的 是啊 太太 太太 我知道二叔不是奶奶轻生的 不是 谁跟你说的 哎 你说什么呢 啊 是谁给你这么说的呀 我爸 我爸那天以为我睡着了 其实我根本就没睡着 我正在闭着眼睛数羊呢 你说这孩子学会偷听了 晓晓 你可不能出去乱说啊 知道吗 你跟我买个米老鼠我就不说了 姑奶奶出去给你买去啊 以后真的不能乱说啊 好吧 我不说了 嗯 记住千万不能说啊 嗯 好 好 我说了啊 听见没有 说话不说留点神 你说这是 那谁知道他没睡着啊 吃饭吧 吃饭 哎呀 你看夜饭的房子 一天也没住上 给二宝了 哎呀 媳妇 你说实话啊 你后面后悔 你先告诉我 你后面后悔 嗯 我是有的 不玩了啊 睡觉 后悔有什么用啊 给都给了 我后悔了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咱们俩啊 能成两口子 没啥 咱们俩啊 都是性情中人 仗义 这一性情啊 一仗义啊 就容易办错事 一办错事就容易后悔 这毛病啊 得改 是不是 得改 你先改 你改好了 我再改 你不用改 你根本就没仗义过 我还不仗义啊 不是 我就知道你占便宜最厉害 我占什么便宜啊 我占便宜 哦 跟你说正事啊 那套家具我买了 什么时候是啊 今天啊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啊 哦 这么回事 杨子非拽着我去逛家具城 然后正好碰着秦华了 他就帮我交钱了 这不合适吧 咱们俩搬新家 他花钱买家具 这说得过去吗 我拦了 那他非得要交钱 我 我是这样想的 你说 咱们都挺喜欢那套家具的 你别咱回头有钱的时候 去买那套家具没有了 那你说多后悔啊 多后悔 到时候你就该后悔了 咱就先当管他借的钱呗 回头咱们再还给他不就完了吗 两千多啊 咱什么时候能还上 反正他也不着急用钱 不 这事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你 都来不及了呀 那套家具过两天就送来了啊 谁呀 这么晚了 是不过你要钱来了 你别烦人 你又钱来了啊 二宝没来啊 我自己来的 来 进来吧 进来就来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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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一句话就走了 你不用感谢 这房子说给你们了就给你们了 这是当哥当嫂子应该的 不用谢 是 都自己家里人 我说的不是这事 怎么说呢 那你要不你进来说吧 都别在外边了 二宝说要跟我结婚这件事吧 是假的 他就是想用这件事来要那一句屎 三哥 到了 就这件 来 三哥 进来 好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你说我们为什么在这儿啊 我还想问你呢 我们为什么在这儿啊 二宝 这 这 这两位是呢 我是他妈 我是他姑奶奶 跟你说啊 今儿啊 我跟你妈来 就是想看看你 看你把这个房子怎么卖出去 对 二宝 这房子到底是不是你的呀 是我的 三哥 你的 你要记住啊 只要你姑奶奶活一天 这房子就不属于你的 二宝 你这不是空手套卖拿的吗 不是啊 我 怎么着 三哥 你给我半天时间 我处理点家事 回头我再通知你 回头我再通知你 到底能不能行 行 肯定行 先回去吧 回头我再联系你 你能请吗 能请吗 慢走啊 你前一意思 你们这都知道了呗 这房子我打算卖了 拿钱做买卖 做买卖 做买卖 做什么买卖 做什么买卖 我开一歌舞厅 又或者 KTV 我K死你的 我找K你 顾奶奶 房子我哥都给我了 我是拿来住啊 还拿去卖的 您就别管了 什么叫不管 我不管你能长这么大 你和西北风长大的 我起来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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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一头 有什么 跪下 跪下 为什么跪下呀 我干嘛了我 你自己知道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就想做点大事 怎么了 跟我们老李家似的 个个窝窝囊囊的 我大哥 那没出息啊 我得出人头地 你大哥再没出息 他总不像你这种 坑门拐骗吧 你大哥怎么的 你大哥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 太老实 工作上 永远先进工作 哪像你呀 由头划脑 坑门拐骗 更不像你呀 骗人骗到家人头上了 你都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二宝二宝啊 你就这么干吧 你要遭报应的 你们有一个人替我 着想过的吗 这么些年我在外面 吃苦还少啊 我现在不就想干点事 没钱吗 你没钱你就 你就骗你吗 骗你这姑奶奶 骗你大哥 骗全家 你这 骗骗骗 您别老再骗在挂嘴上 我要不这么说 这房子你们能给我吗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这个意思 我要 这三遍 什么 二宝啊 这儿 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你看 真气啥 真气啥 不 还会 不 还会 不 还会 不,还会 不,还会 是不是你给他们报纸 我怎么劝您也不听 我只能这样 我房子好不容易拿下来 六千块钱定金我交 你劝我什么呀 我现在哪有钱负有房租 我哪有钱去装修拍业 六千块钱定金我赔给你 也总比你把你家房子赔得钱 牛欺你别忘了 在广州是谁帮的你 是谁帮的你 你现在反过来 够好财路是不是 林二宝 你轻轻点行吗 你别想那夜暴富的事了 咱就老老实实的做个小买卖 不行吗 不行 那我又不能看着你 骗了家里的房子 又把它扔进火坑里吧 不要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你是我什么人哪 咱们什么关系呀 你说什么关系 我们什么关系都不是 我现在一心就想做大事业 你不帮忙就算 别看我没有头头刀子 我还想带你一起婚 我要命我 滚 滚 妈 行了 别生气了 咱家也没受什么损是吗 要说牛秦这孩子还算不错呀 要不然哪 嗯 你说我晚上还没吃饭呢 没吃 是不是要去 顾奶奶也没吃吧 没吃 叫了好几次也不吃 行了 我把电视给你打开 看着电视 你打开我 你看吧 看吧 看吧 你不想看 那你 弄一个清剧 小 小点声 行了 别生气了 你不生气气了 我没事 那我走了啊 走 好 绿油油的草地上有一座小房子 那是白鹅的家 鹅妈妈有三个宝宝 鹅哥哥有姐弟和鹅弟弟 鹅奶奶和妈怎么样 还生气吗 我劝咱妈了 估计能好点吧 鹅奶奶一晚上都没吃饭 你说这二宝可真是的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好在有惊无险 妈妈 怎么了 小孩比打听那么多了 妈 您的故事 不要 我要爸爸讲 你小孩不要听 小宝宝们唱起歌 我们是快乐的小白鹅 我们今天的遍题是 道德与温饱 下面我们有请正方 北方大校代表队李小远 先翻演 各位老师好 对方便友好 我们今晚的论题是 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我方认为 顾奶奶 顾奶奶 快起来看 看小雅 在电视里呢 顾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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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顾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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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带你过去 顾大宝 顾大宝 快点快点 看小雅 小雅 真的 快点 这不不适合吗 这方面有任何这个秘密的解释 怎么了怎么了 那么我方就来传说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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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上电视了 对呀 这怎么没跟他说一声了 有人说 这什么大学生辩论赛啊 对方是谁 是 请问对方便有 是否认可这个前提呢 我方认可 那么我 新加坡大学 新加坡 对对对 好 既然对方便有 认可这个命题的解释 那么我方就来 阐述一下 我们的基本观点 温宝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就是说 我们不能脱离 温宝而空谈道德 这不是小雅啊 这个 有人说 我就这些实数啊 这个 价值标准 那么我想问对方便有 归根到底 是否这个事物 还真是他呀 而我再问对方便有 什么呀 哪个小雅啊 这这说话这个 最基本的事 李大宝他妹妹 嗯 归根到底 就是看这个事物 符不符合人的需要 哦 假如我们来谈一 这就是李大宝他妹妹啊 对 小妹妹 那我再问 上大学那个 人就是说 我不能脱离温宝 而空谈道德 哎呀 你看这嘴皮了 真够溜的 哎呀 这孩子还真有出息啊 哎呦 你看 哎 我能跟大宝 结婚这么多年 他们家的人 我还没认权哪啊 躲着做叶子 去他们家 不正赶上你出差 也没去成吗 哎呀 那不是正忙吗 能去我还不去啊 天下 那天我还真得去拜祷 咱们家一下 天下人要身子 假如我们来推崇一种道德 其结果是 大家的温饱都不能保证 那么我们还要不要 这种道德 谢谢 哎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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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好 你说小雅原来 啊 那么不爱说话 不是在这儿的嘴皮子 怎么这么利索 哦 谁说她不爱说话 她是不愿意跟你说 她平常跟我话多是吧 对 你叫她刚才说的多 但是我要问对方 你还别说 这我妹这真行的啊 这都快赶上霓平了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救天下 而我要再问对方便有 天下人要生存 最起码 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 就是问 假如人人支持一身奋斗 我给她打电话 我给她打电话 非让我回来 那她们还会 小雅好雅啊 快追一追 我妹真有处心 历史上 柏仪书起 实实周复 宁肯饿死 在那时 温饱是不是就不是 谈道德的必要条件了 当然不是 人家古人都说了 低食足 知荣乳 但是我要问 你这饭都吃不饱 什么都别她 那小雅不也那么瘦吗 是啊 您听 您听懂的 您听不懂吧 你以为我是谁啊 我听得懂 我是有文化的人 人要生存 就是问 假如人人支持一身奋斗 其结果是 使天下人的温饱 都不能保证 那她们还会不会这样做 当然不会 所以我们说 温饱 所以我们要做 什么都要做 傻喽 怎么了 怎么了妈 没怎么 但是我要问 没事 哎呀 小雅有出息了 你看你还这样 高兴的 别问了 赶紧看吧 你再问你 天下人要生存 高兴就更不应该哭了 是啊 正确 假如人人支持一身奋斗 这结果是 使天下人的温饱 都不能保证 那他们还会不会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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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人呢 走 索雅 来了 三哥 你怎么在家啊 昨天三哥打电话说家里出事了 非让我回来 出什么事了 也不知道 二哥为了这房子闹得挺好 那二哥人呢 小雅回来了 嫂子 小雅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回来 小雅回来了 小雅回来了 昨天晚上哥在电视上看见你了 是啊 真给咱老李一点争面 这上大学和不上大学就不一样了 那肯定的 是吧 哥人没上大学小雅 哥上大学哥也不唱 是 你高中毕业了嘛 我为什么呀 我为什么早早上上班了 那不是为了你们几个吗 挣钱好养你们 行了 就你做了 说这个呢 真是 你看咱小雅 真是女道十八病啊 越变越好看 这怎么好像还白了 白了啊 你别说这个 哥问你 那都多少时间没回家了 两个多月了 怎么回事 是不是谈恋爱了 没有 你在说什么呢 不是 哥不是说怕你谈恋爱 就是你要谈恋爱了 你没事你带过来 让哥和你嫂子给你把把关 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啊 让你嫂子看看 看看这形象气质行不行 人家今天是上学呢 人家 别听你哥胡说八道的啊 你喜欢什么样自己做主 我真的是功课忙 没有谈恋爱 哎 妈妈 哥奶奶 你早上出去了 这儿去了 我哪知道啊 她们又没说 小雅回来了 也不给做点好吃的 她们也不知道 她们也不知道 那你这会儿你坐吧 你这回来了 你这回来了 我老贵妮回来的 贵奶奶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 慢点 去哪了 慢点慢点 好 昨天 跟姑奶奶 看了电视了 哎呀 我闺女在那比赛 嗯 我闺女真棒 哎呀 把她们全给赢了 是不是 哎呀 有时候妈一看 心里特紧张啊 说妈你打不上来 结果你全打上来了 妈 就算是没打上来 也是正常的 说的对 其实不在第一第二 会在 嗯 姑奶奶说的对 对 来 看看 这是妈跟姑奶奶 给你的礼物 妈你怎么想起 给我买鞋子呀 妈昨晚看电视的时候 就想 我闺女都长这么大了 是吧 都参加比赛了 可是我就想你小时候 觉得妈对不住你 你看你小时候 上家里困难 你穿的衣服和鞋 都是见哥哥和姐姐的 是吧 完了最对不住你的 就是有一次 穿那鞋大 赶那公共汽车 那腿还受伤了 就这点儿 妈老觉得对不住你 你看 看昨天看电视 跟我闺女赢了 跟姑奶奶商量 给你买双鞋 便是对妈一个补偿 没有啊 行了 二年前那陈芝麻骨的事 你还提着干嘛 别说那些了 你看她喜欢又不喜欢呢 当然行 可是妈你以后别再给我买东西了 我的东西我自己买 好 我记得我小时候 嫂子还送了我一双鞋呢 对 你瞧瞧 这都过这么长时间还记得 是啊 这小雅你 小雅 你小时候哥给你买东西 记不记得了 完了 这到我这就记忆成空白了 那我都不记得你送了 那我妈 都在家 妈干啥啊 小雅回来了 婶在电视上看你 真棒 真棒的孩子 画个相机干什么呀 刚借的 人家那边那个王大爷 人家家有搬家 人家在院门口那都照相呢 可热闹了 你们什么时候搬哪 我们正收拾呢 收拾什么 这人都在这 我相机也借来了 排一张村家府怎么样 就院里 什么样子 好啊 照着照着 二宝不在呀 甭理他 不理他啊 不理他啊 拍一张吗 拍一张吗 谁也要家 院里厂的 院里厂的 你这里有酒 有啊 你瞧你说的 拿凳子 快点 伸伸把拿凳子 来来来来 好嘞 那不这样子 我厂了 是不是 好乖 站着来 来来来 带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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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坐好坐好 坐好坐好 坐好 来来来 站后会儿 站后会儿 站好了 站后会儿 站好 好 油汤唇什么了 鞋 好 那我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小心点小心点 大宝固让开 快让开 好 好 这最后一个菜了吧 最后一个了 来来过来过来 你下来 下来 快快快快 来 快快快快 坐好 来 怎么着 先出去啦 尝尝 尝尝 尝尝尝尝尝尝 那个这样是这样 今天呢 是咱们老李家乔前之喜 首先呢 让咱们家德高望重的 酒精考验的镇柴之宝 咱们姑奶奶讲话 这正经点 这是咱们家的有功之臣 功劳大大的 是我们的老佛爷 得尊重点 是啊 所以是咱们家镇宅之宝嘛 人能不有那么句话吗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镇宅之宝嘛 对不对 来吧 镇宅之宝 这个 你的丈夫 他们的爸爸 走了这多少年了 爷爷呢就甭提了 没那好命 你说什么年头了 好日子了 那结果呢 他没福分 是吧 哎呀 咱们是不是该吃点啊 是吧 咱们一家人呢 聚在一块这么些不容易啊 从今往后记住了啊 咱们呢 无论是大小事 都互相担待 是吧 孩子呢 小不点 好好学习 是吧 天天向上 这工作的呢 就得好好工作是吧 过日子呢 好好过日子 对 对 对 郭奶奶 总结的特别的精辟 来来 都举起别人了啊 先鼓掌 先鼓掌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提议啊 咱们敬姑奶奶 祝姑奶奶 健康长寿 我祝姑太太 回一千岁 哎呦 太好了 那祝妈身体健康 谢谢 祝三弟工作顺利 这个 祝我妹妹小雅 学习进步 谢谢 咱们祝二宝 别提二宝 成吗 啊 我不惜的理他 咱们喝咱们的酒 那行行行 那咱们就祝二宝 早日学好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好好好 来吧 喝了啊 辛苦了 好酒 我说啊 老三呢 也不大不小的了 考虑考虑 得带我一个来 甭管他是俊的 丑啊 是吧 得带我来一个 你看看 不是光我催你吧 姑奶奶也催你了吧 你就别跟着 操这份心了 这事妈和姑奶奶 不操心谁操心啊 就是啊 你这事时候 是得领一回来了 啊妈 是 对啊 你呀 别找你嫂找 想找你嫂这样 优秀的确实不容易 对 差不多了就行 行了行了你 大哥 嫂子 我记得咱们住胡同那儿会儿啊 有一天把我早上睡得迷迷糊糊的 那么听见大姐在院子里喊 张逗逗啊 你快给我出来 你怎么让我大哥睡箱子啊 这怎么回事啊 爸爸睡箱子是什么意思 是没有床吗 你解释 解释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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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都不过去啦 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了 都别提了 都翻篇了 哎呀 现在就开始啊 过好日子 好好过日子 好好学习 我喝的酒高兴嘛 你高兴你说你自己 你别说人别让人高兴 说起大雅 大雅 你挺想的的 我也想 是吧 吓得天气也不知道怎么样 有邻居来了可能 赶紧开门的 我看看我看看 哎 是不是 是不是二宝啊 没 不知道 哎呦 大雅 大雅 回来大雅 回来大雅 你这脸怎么啦 这怎么啦这是啊 怎么了这是啊 呦 这怎么回事啊 这脸怎么啦 是不是毛驴给倒的 是他挠着还是打的 怎么了 说他怎么回事啊 这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哎呦 为什么呀 哎呀 干什么呀 我拿衣服去 我徐天庆 我找他找毛驴去 没法你听过来 干嘛呢 你门门到底怎么回 因为什么 因为 因为 你怎么这么乱呢 就赶紧去 我我我我先看我 你把那脸 就转过去 别让人看见 哎呀 我 哎呀 怎么了 哎呦 哎呦 怎么回事 你出车祸了 这这这 是不是出车祸了 哎呦你们俩这是 啊 怎么回事啊 哎怎么回事啊 不想捞的 不想打的 你问大雅吧 我妈打的 放屁 说是大雅 怎么回事 因为什么 啊 哈哈 这这饭是吃不下去了吧 散了吧 散了 啊 各回各的屋 给我吃了 吃 大雅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跟李嘉 你们聊聊 你进屋去啊 你们俩给我坐 坐 坐 怎么了 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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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要这样啊 啊 吃饱撑的 干嘛呀 哎动手啊 说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怎么回事 他 给人送海鲜 谁啊 那么大 那么大的海利子 还那么大的对虾 这那么大的螃蟹 我从来都没吃过 全送给那女的了 哪女的 哪个女的呀 她前妻 前妻 前妻 你小子这儿昏了你啊 大哥 你你你坐着 你坐着说 你你别太激动 你赶紧说 不是 李大雅 那怎么能噱口配人呢 啊 什么前妻 那不前女友吗 前女友差点 你那前女友 跟前妻是一样的 都差不多 大雅 这就是你不对了 那可是差多了 不前女友也不行了 就是 老毛链 你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跟前女友还联系 你合适吗 还好 我优优独播剧场上 你不想再帮你 你不想再帮我 我优优独播剧场上 我优优独播剧场上